这里是婆婆家所在的小村 我们经常来 但每次都是A点到B点 B点回A点 都是从家开车来婆婆家 然后再从婆婆家开车回家 很少有机会外出来这里逛一圈 今天大家都到了 孩子现在正跟他的表哥表姐在玩 老公在给我公公 弄电脑 我一个人难得有空出来逛一下 给大家看看我公公婆婆所住的小村子 这四周的房龄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 但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非常漂亮整齐的花园 苹果树上已经结满了苹果 漂亮的色拉菜 家里还有 这个我不知道下面种的是什么 应该是土豆啊 是草莓还是土豆 应该是土豆吧 隔壁这户人家有个大大的暖房 里边应该种着番茄 对 跟我一样里边种着番茄 我家的小暖房里也有番茄 我们接着往山上走 我们这里呢 因为是山区 所有的村子基本都是依山而建 今天是周末又是放假 所以路上是一个人都没有 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周六 看一下这户人家 车库旁的吊着的花朵 非常的漂亮 现在正是家家户户阳台上种花的季节 我每年阳台也种花 但每年都长不好 我非常羡慕人家 阳台的花能种得那么漂亮 其实我对婆婆所做的村子并不是很熟 今天挑了一条捷径 没走几户人家 已经来到了自然保护区这里 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应该来过吧 这儿没感觉了 而且我是个路芒 所以我估计我走不了太远 我得原路返回去另一边看看 我们先走上去看看上面有什么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村子 来到了山上 空气不错 这儿一个人都没有 这地方适合散步 适合遛狗 看看对面 我看到了在吃草的牛 还是这边太远 应该是在吃草的牛吧 下面有很多 另一边 现在我们原路返回 我去看看另一边 这个村庄长得什么样 夏季 乡村的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漂亮的花园 越是老区 花园越漂亮 因为树木和花的种植时间已经非常长久了 相对于新区而言 新区可能有更加摩登的房子 但是可能花园里的植被呢 就没有老区这么丰盛 我已经一圈绕回来了 上面那个称着白伞呢 就是婆婆家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向看看 这个村子长得什么样 看到门口那个叼着布袋的鸟吗 这在德国意味着这家人家有一个新生儿诞生 让我看一下 我现在应该是往上走呢 还是往下 我感觉里应该是往上走 婆婆家应该在我的左手边 我真的是服了自己了 一个天大的超级路芒 现在接着往另一边走 为什么别人家的绑空不罗门都那么漂亮 我就种不好呢 漂亮 我这一看还以为是海德边 但不是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这里结了好多好多 估计是给鸟吃的 我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 沿着另一边继续往前走 这里相对房子已经不多了 这户人家非常有特色的外墙 大家可以远远地看一眼 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装饰品 应该是他们的旅游目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 我感觉上 这户人家的围墙 花园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今天走的应该是整个村子的一小部分 另一部分应该在铁路的另一边 今天应该是没有时间去了 看天马上要下雨了 我也应该回去了 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德国的乡村生活非常的幽静 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安全 孩子从小在这里长大的话 爱花爱树爱动物 从小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但是对于一个对于我 一个从大城市过来的人 头上那几年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我记得我刚来的那一年 想念城市的繁华 想念城市的车水马龙 真的快把自己给逼疯了 后来慢慢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重心 再后来有了孩子 生活就更加的繁忙了 几年下来也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现在如果你让我再回上海 我觉得我已经回不去了 已经适应不了大城市快捷做的生活 我已经从一个磨蹲的城市女人 变成了一个德国的乡村农夫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等我有时间我可以拍一下 我住的小村长得什么样 应该比这里会拍得更全一点 毕竟自己的生活环境会比较熟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原路返回了 也许说